日本政府24号起排放核污染水至太平洋 引发外界强烈反对 然而民进党当局所谓驻日代表谢长廷 26号竟在脸书发文声称 其实微量的放射性元素反而对身体有益 引来岛内各界批评 就在日本排放核污水后的几天 台所谓驻日代表谢长廷在脸书发文称 世人对放射性议题有些敏感 微量的放射性元素反而对身体有益 例如北投温泉 日本玉川温泉 因为两地温泉都有一种特别的北投石 含有微量的雷元素 研究对健康有益 谢长廷子言一出立刻遭到蓝营炮轰 大家会认为他可能是日本驻台代表 或者是他的态度可能应该要先多喝几杯 让大家安心一些 说话的人腰都不胜了 还没疼 没有用同理心 来了解台湾人 对核污水的排放的担忧 驻日代表近来没有提出质疑 还在说放射性元素是对身体有益 这样子的话民众难道听得下去吗 有微量的辐射性的水喝起来 有益健康 请问一下谢长廷 你要不要每天喝一喝示范给我们看 谢长廷的言论就连民进党自家人 也都无法认同 微量对身体有益 我觉得这个话就真的太过了 这个没有办法解除民众的疑虑 岛内网友也忍不住怒哄谢长廷 有人嘲讽 何能教父谢长廷太神奇了 从没有听说过放射性元素吃进身体 对人体有益 请问谢长廷的身体结构 是否可以为一介献出一份心力 让学界研究一下呢 也有人开酸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台湾地区和日本一家亲 没问题了 还有人批评 人只要无耻 什么话都可以从嘴巴里吐出来 耻这个字 我相信这个人一辈子都找不到了 面对外界批评 谢长廷又在脸书发文辩解称 辅导排放和处理水问题 台湾方面已有超党派共识 那就是要依据科学依据 而民进党中央则回应表示 谢长廷的说法已经澄清 没有进一步的解释 谢长廷是见鬼说人话 民进党的反核是政治 不是依据科学事实 他是帮助日本的助 助日代表 你遇到日本人就矮半截 拿台湾一起来背书 你还自己出卖自己 然后去跪舔人家这种事情 我们真的无法想象 就是说这种官员到底在想什么呢 台湾老朋友真的可怜 美猪要吃 每30岁以上的 30个月以上的老牛要吃 现在是辐射海产也要吃 那个福岗附近的苹果蕾也要吃 台湾老不新真的是百毒不侵吗 我跟你讲 以后我们老不新到医院检查X光 不要放X光 在那里就亮了